身体都没有办法让你很有力的感觉 那你营养出问题了 如果你一直你是一个营养师 但是你总是很懂得营养怎么吃 但是你身体还是有很多状况 那是你经过这个问题 那如果这两样你都很有研究 也很遵照老祖宗的祖父 老祖宗的方法在过生活 但是呢还是很多的身体的状况都不如意 那是你心灵的问题的 内心深处理的思维的问题的 所以这些都息息相关 对不对这些都息息相关 所以我思考了一下 假如我要这一堂课要谈养营养 我觉得一堂课是绝对不够用的 但是我就觉得它很重要 它非常重要 我今天先挑重点 大纲重点 来告诉大家有个方针 有个方针 有个方向 随便你站在路口 你随便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站着 然后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你会发现现代的人活得很辛苦 怎么说呢 提醒或者是笑容 眼神还有走路都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 我先引导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 吃饭喔 吃饭时间到了 吃饭吃饭 对不对 没有人在说 吃菜啊吃菜 吃菜 那如果说吃菜就是吃素 对不对 吃饭时间到了 吃饭喔 这现在对到来 对农村传出来 农业时代嘛 农业时代嘛 农业时代是不是都要吃饭 吃好饭叫做饭 对不对 所以说农业时代都吃饭喔 不是 传到我们现在 可是呢 时代不一样了 50年的金字塔饮食概念 从美国影响我们全世界都跟从金字塔饮食以饭为主食 以麦大麦为主食 北方人以麦为主食 我们这叫亚热带 以米食为主食 为什么呢 亚热带是属于有热的这个字 亚热 热带当然一定是以米为主食 我们叫亚热带 因为我们在吃到的上面一点点而已 刺激很分明 对 所以我们还是偏热的 所以要吃微寒性食物 所以米食是亚热带的人的主食 但是那个是以农业时代来区分 现在已经多少人一天当中上班出去 到下班回来根本没机会晒到阳光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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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食是为了农村时代 他们要吃得很棒 只有米食 只有碳水化物 可以让他们吃得很棒 吃得很棒 就要去餐的 要去做事 操作后要流汗 要流很多汗 吃碳水化物一定要流很多汗 否则它就变成堆积成为银皎素的负担 所以如果没有流很多汗的人 不能吃那么多汗 时代不同 时代不同 现在的时代不一样 不能一直吃 所以为什么现代人肥胖 或者是血糖 或者是高血压 文明力特别多 因为缓流太久 缓流太久 然后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碳水化物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 什么叫矿物质 几个重点 什么叫离岛素 什么叫碳水化物 而什么叫蛋白质 这几样我们把它抓出来当重点 那你厘清之后 老板无论你去旅游 你去哪里 你在家里 你要去菜市场 你要买什么东西 你的餐盘 你一目了然 你要去自助餐吃东西 你要去大餐厅叫菜 要吃东西 一目了然 菜单拿来就知道 我今天要叫什么 对我最有利 对我的健康才有利 我现在要吃什么 对我才有利 我不敢吃东西 来到你面前 不是时候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 为什么 吃了你的负担很大 我先讲一个概念 什么叫大糖跟小糖 知道吗 碳水化物有分 大糖跟小糖 什么叫大糖跟小糖 我们现在的人都在吃大糖 都在吃大糖 大糖就是碳水化物 碳水化物叫做大糖 吃饭喔 你今天吃什么 我吃一碗牛肉面 很好吃 你吃什么 我吃洋葱面也很好吃 你都在吃大糖 都在吃大糖 可以吃大糖 如果你今天要去运动 要去爬山 那你一定要吃摊水化物 否则你没有人 为什么 爬山你会流汗 它新陈代谢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这个几乎一个礼拜 你都很少有机会晒到阳光 也没机会走道路 你就是车子一开 进入地下室 上楼办公室 然后下班 车子一开 进入地下室 下楼回到家 吹冷气 在办公室也吹冷气 那你这个时候 你的糖内 就要算一下喔 没有算一下 日积月累很可怕喔 日积月累很可怕喔 很可怕喔 很可怕喔 那小糖是什么 甜食 饼干 蛋糕 甜点 这都有很多小糖 到底大糖更厉害 还是小糖更厉害 这两样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 这两样都会让我们 有糖尿病的危机 这两样多一样更厉害 大糖 小糖 大糖 就是碳水化物 我们讲的 米食 馒头 面包 然后饭 都这样喔 大糖吃的会先让你肥胖 小糖吃的会先让你失调 失调一段时间之后就肥胖 这个先肥胖 久了之后就死掉 这样再看 都很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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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大糖跟小糖今天一定要认识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 先看课本98月 我慢慢跟大家分析 怎么样你可以吃到美食 而且你永远去肥胖 如果要控制体重要管理 不是二肚子喔 不是二肚子喔 如果你是用二肚子的方式来减重 那你的身体 你的器官 十大器官 会开始衰竭 一有衰竭的情况 你再也减不下来了 因为你只吃那些油 要滴 你滴 你自己的肥都滴不滴了 还谈减重吗 所以要长期要让自己活力好 要很有活力 然后营养很重要 像刚才我看到我们这个年轻的 年轻的这些血香瑜 叫姓志 姓志 姓志 她一进来就说 妈妈要老师帮她放行 放一下 那我问她要放男为什么 她说就因为常常很想睡觉 很想睡觉 所以各位我观察到了 我观察到了 姓志 人在这里 她每次来都很累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 可是以她现在的年纪 不应该很累 以她现在的年纪 不应该很累 今天如果是一个六十几岁的人进来 老师我今天很疼 我不想错过 我相信你会累 六十几岁啊 我相信你有累 可是照理说 这么年轻她说很累 就是营养出问题 什么出问题 身体的器官得不到均衡的营养素 什么叫营养素 矿物质不够 人会很累 人如果矿物质不够 很累 疼来说 胖子就没了 肠子又无力 五行之中 五行之中木火土金水 看一下三十九页 五行之中木火土金水 好先让翻这里等一下再来到 三十八页 木火土金水 金 叫做什么 肺根大肠对不对 金又代表什么 矿物嘛 金就代表矿物嘛 肺根大肠需要大量的矿物质 才能够水溢代谢 肺部才会用 肺部才会有力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九十八页 来看一下九十八页 我要从九十八页的下半段开始念 怎样才能永远吃不胖 改变生活习性饮食的次序很重要 饮食次序使血糖稳定 饮食的次序血糖才会稳定 什么次序呢 来跳一下上面 一样九十八页上面 第一行第二行 用餐前请先喝一碗汤或一碗开水或一杯茶都可以 汤里面如果有料 料请不要吃 什么样的人需要注意这个 如果你觉得你的体重已经超标 长期下来好冤枉 这种体质你就要很严格注意 像今天这一堂课你要很严格的 严格的告诉自己 除非你是一个新陈代谢 基础代谢非常好的人 你要怎么吃那没关系 你基础代谢很好的人 什么叫基础代谢我等会告诉大家 你的基础代谢很好的人 你的基础代谢已经不好的人 就代表你已经有长期一段时间 你的五大十大器官 五行之中的十大器官 已经营养上下在那里跳动不均衡的 开始有慢性衰竭的现象 所以你会觉得你老得很快 你如果觉得你老 尤其这几年你老得很快 其实不是这几年 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你让你的器官已经有衰竭的现象 速度会加快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再回来看98页的第二行 用餐前请先喝一碗汤 这碗汤的用意是什么 在你要把食物浸到你的嘴巴的时候 之前你要先启动你的 口中的变粉消化酶 口中的嘴巴的舌头的嘴里面的 口水的淀粉消化酶 你要先启动 你没有启动的话 你直接就把东西塞进去 这样的人到了中年 也许现在年龄都下降了 糖尿病的几率就开始提早发生 糖尿病的几率提早发生 要让自己永远没有文明病 这一点要注意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教授就在告诉我们 在教我们 我在日本学 学这个部分 一定要学到营养学 然后教授在讲 这个二十几岁的我 我本来就是你都让你无大口啊 可是呢 就想像说 喔 糖尿病是长得怎样 然后文明病又怎样 然后坚持我们用餐前一定要先喝汤 教授在教我们坚持我们一定要先喝汤 那个时候很年轻啊 我很年轻喔 我就觉得喔 这一定有他的道理 可是慢慢觉得 回到台湾觉得 有那么多人都文明病了 尤其这几年 糖尿病的人最后会高血压 高血压的人最后会糖尿病 然后痛风就一逛而来 就这样倒塌而来 然后再研究再看看 这五十年来的确金字塔饮食 让人们好冤枉喔 到了中年喔 你如果站在十字路盘看喔 中年的男生女生喔 肚子都比胸部大 肚子都比胸部大 这就是什么 饮食出问题了 吃醋会对啊 到底是要怎么吃啊 来 我们再来慢慢看喔 第二点 当我们喝完这碗汤 料先不要吃喔 一杯开水都可以 把我们口腔的消化淀粉煤 启动了 通知了 准备了 我们就来吃蛋白质 蛋白质 是什么 蛋白质 鸡蛋就是蛋白质 豆腐是蛋白质 豆浆是蛋白质 又豆类 蛋白质 不是所有豆类都蛋白质喔 只有黑豆黄豆绿 绿色的毛豆是蛋白质 其他红豆绿豆都不是蛋白质喔 不要搞错喔 红豆绿豆不是蛋白质喔 是碳水化合物喔 不要搞错喔 黄豆黑豆 毛豆三兄弟嘛 毛豆三兄弟嘛 黄豆黑豆跟毛豆嘛 它是蛋白质喔 它可以做成豆腐喔 所以这类的东西还有什么 海鲜类 肉类 海肠类 这些都是蛋白质 像蛤蟆啊 蛤蜊啊 生蠔啊 这些都是蛋白质喔 所以要清楚 如果你很冤枉的 吃啥啥啥 不吃啥啥 那你这个部分一定要很清楚 很清楚你的餐盘 来到你面前 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你会吃的 这是你会吃的 我们人体的细胞都有记忆 记忆细胞 你曾经很爱吃面包 你 刚开始叫你不吃你会很痛苦 你很爱吃馒头 早餐一定要吃馒头的人 叫你开始不吃你会很痛苦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你早上都吃稀饭的人 叫你开始改不要吃稀饭 你会很痛苦 因为你已经有记忆了 你的细胞已经对这些食物有记忆了 这时间到了就想要吃那种东西 就想要吃那种东西 就想要吃那种东西 就像国外的人来到这里 为什么他们 日本人来到这里买煎 他们的什么 煎他们的味噌汁 西方人来到这里买煎 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生菜 他们的牛排 他们的西方的食物 我们去到国外 买煎我们的什么 中国料理 煎我们的口味 都一样 一组很像 一组很像 慢慢学习入境随俗 再来第三点 高鲜的蔬菜 就是什么 矿物质 高鲜的蔬菜叫矿物质 要为什么叫做 矿物质为什么来自于 多一點的 多顏色的素材 礦物質是什麼 我們人體最 我今天不會告訴大家說 你要多少大卡又幾大卡 因為你不是要去當營養師 你只是要為自己所吃的東西你要了解 所以一天呢 人一天呢 其實需要的紅量元素 我們也稱它為巨量元素 巨量元素就是四種礦物質裡面 最重要的就叫甲元素 甲離子 我們人體最需要的第一個 第一個需要 我們有好多的微量元素跟礦物質 我們好多都需要 但是我們第一個量要最多的就是甲 甲不夠喔 問題很多 像剛剛姓氏就是甲不夠 甲不夠 懶洋洋 阿 父母會開 腹瘋 甲不夠 肩不夠 不想要走下去 不想要抬起來 最多的是我坐得 prepped 最多的是我可以賺取 當年輕的時候 當我們還年輕的時候 我們的肌肉組織 还很有弹性的时候 还不至于生病 但是当我们有一点年纪了 我们开始42岁过了 50岁过了 55岁过了 60岁过了 你的甲再不够 你就会皮肤开始皱 你眼睛开始无力 你没有想要出去玩 你根本没有体力出去旅游 你觉得出去旅游 还行够冲伤 还要花钱 还要走路 还拿一个相机这样没人这样走 因为没有快乐感 你对人生没有快乐感 甲不够 一天我们需要多少甲呢 其实如果我们用数字来算 它就是4700毫克时最多 它叫做红量元素 我们人体最重要有四个 一个叫甲 一个叫钙 一个叫美 一个叫纳 有人说 老师甲不是不能吃太多吗 甲吃太多会高血压 会肾脏病啊 会肾脏病啊 其实跟大家分享哦 很多人都一知半解 一知半解 当健康的人 你需要很多甲 你就不会有这些文明病 已经生病的人 你这个时候甲才要控制 所以在我们现在还没有文明病的情况下 你就要注意不要让你的甲不足 因为甲跟钠是解抗的哦 钠是什么样哦 钠啊 我们一天需要的钠是多少哦 小小的小的人 一千一千三 差不多一千三左右 不能少于一千三 不然你没人走路 你会软胖像张云一样 所以不然我们吃老了 什么都要清淡啊 清淡又清淡又要清淡 这个老人哦 就会在床上哦 连自己倒的开水 脚都没了 这个时候就要人家照顾了 那不可以穿清淡 可是也不能超过两千四 我告诉你这些数字你不用记 你大约就是知道你每餐要用的汤啊 一些菜啊你要加盐 尽量不要吃非点盐 不要吃没点的盐啊 明明知道点那么好 为什么不吃它 除非已经假冻线的人要控制点 没有假冻线 没有这些文明病的人 你不可以逃避点 因为当你逃避点的时候 你开始掉头发 莫名其妙掉头发 莫名其妙掉头发 你不知道你找不出原因哦 原来你加点就好了嘛 你加点就好了嘛 加点你也不容易有甲状腺的问题 甲状腺是什么 内部力失调嘛 新陈代谢失调嘛 所以有抗劲有低下嘛 对不对 所以甲纳是结抗的 当你甲不够的人不爱吃甜食 甲如果不够呢 就代表呢 纳会升高 甲如果够呢 纳就会乖乖的 乖乖的 甲一定是纳的两倍 甲一定是纳的两倍多 所以你只要 甲是什么 甲就是蔬菜啦 蔬菜最多 什么蔬菜 你一天要吃至少两个颜色 平均哦 你要以一个礼拜来算 你平均一个礼拜里面 你今天吃不到两个颜色 你明天一定要吃到两个颜色 后天最好能吃三个颜色 一个礼拜当中 至少要有两三天都吃到三个颜色的 为什么这些甲 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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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都有个金字盘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都后面会加一个离子 离子 为什么加一个离子 离子的意思就是 离子的意思就是 我们身体需要很多矿物质 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制造矿物质 我们身体可以制造维他命 我们的肠子暖度够的人 维他命B群你是不需要的 因为你的肠子够暖 有利的人你的维他命B群 就会自己制造 肠子是制造维他命B群的制造源 胃是制造综合维他命B群 维他命B群的制造所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 消化到一定要暖和 早上起来如果空腹喝一杯姜茶 你就提升了你的暖度 如果你还很容易疲累 你需要靠综合维他命的人 那你的胃如果一直都是寒的 你综合维他命 人家吃一颗很有效 你要吃五颗才有效 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胃是暖度够的话 你甚至不需要综合维他命 如果真的身体还是虚弱 需要的话你一颗就够了 不需要吃这么多 因为基础是暖度够的 胃要暖 胃怕寒 所以我们人体可以制造维生素 但是无法制造矿物质 矿物质在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矿物质就是维系你身体的新陈代谢的传导物质 你没有矿物质基础代谢 你的身体需要的营养都没有 就会衰竭 它就是一种电解质 身体里面需要电 所以人体是一个化学工厂 听过没有这句话 人体是一个化学工厂 这个过多这个过少都不行 那个过多这个过少都不行 所以你知道现代人为什么 都要靠很多的健康食品 因为我们的饮食不均匀 有些人特别爱吃这个 就一年四季都吃这个 有些人呢一年呢吃不到 吃不到莲子一颗 有些人呢一年吃不到一碗红豆汤 有些人每个礼拜吃红豆汤会不会 均衡吗 不均衡 有些人特别爱吃十字花科 有些人特别爱喝豆浆 一直吃十字花科的人 吃了过多 你的点就没办法吸收会流失掉 十字花科好不好 好啊 可是你吃过多了 你的点不见了 对不对 那你爱喝豆浆 豆浆喝太多了 豆浆很好啊 雌七素很多啊 雌七素过多的食物 点也流失了 头发开始掉 哎老师 我都有在喝豆浆了 豆浆很好不是吗 香蕉很好不是吗 不是甲很多吗 可是如果你为了补甲 然后香蕉吃很多 我跟你讲 一天四千七的毫克香蕉一根三百 你要吃十五根哦 十五根吃下去 甲都还没有补到哦 血糖甚高了 所以人体是一个化学工厂 对不对 这个过多这个过少 它是相结抗的哦 结抗的 所以当你那吃很多的时候 你不要太担心哦 赶快把甲吃多一点 永远甲在那上面 那就不会唱曲 那只要高 就怎样 血压就高 那只要高血压就高 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的人吃那个 力尿剂啊 血压尿就是力尿剂嘛 对不对 力尿之后会把钠 会把钠呢 怎么样 排出去了 排太多了 甲就过高了 就高血脚了吗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体需要矿物质 我们不可以 矿物质在哪里啊 植物矿物质在土里 石头叫做矿物质 石头土都叫矿物质 从古至今被称为上药叫做珍珠粉 为什么 因为它是完整矿物质 它是在海中水中的石头 唯一可以吃的石头只有珍珠粉 好那我们先撇开这个石头哦 我们要讲植物性在土里的 不是在水里的 我们每一天需要吃的 在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 我们不可以去吃山 我们也不可以去吃桶 它跟我们是有隔代的隔绝的 但是我们农夫把种子摘在土里面 农夫把各种菜的种子摘进去 几个月后它长出来了 它把这个种子吃了土里面的所有的矿物吃完之后 然后呢我就吃那个菜 我吃到了矿物 什么矿物 梨子 梨子分离了嘛 我跟土之间有什么当媒介 菜呢 菜就是我跟矿物直接土的媒介 我吃了菜 因为这个菜已经吃了矿物 所以我吃了梨子 梨子 甲梨子啊 钙梨子啊 磷梨子啊 钠梨子啊 钠是哪来的 海中来的 海菜啊 对不对 钠 所以呢还有美 甲永远是美的赤贝 赤贝 钙永远是钙的 钙差不多要一千 每天大概要一千 钙要四千七 钠大概是一千三以上 不会不能再 一千三以上大概两千三以内不能再超过 超过 什么样的人吃一千三 什么样的人吃两千三 钠 有在做粗壮的人 在家庭啦 都在外面摆你 流汗就多的啦 可以吃到两千三 可以吃到两千三 做性量 你如果不给他吃鹹 他没辣的 所以钠对人体有多重要 他会变成汗水 汗水不够 他没辣的 他要抓一个什么 在头抓不起来对吧 然后呢 每差不多四百二 每差不多四百二 这样几倍 十倍 十倍 啊你要记这些吗 不用 我今天只是把插回大缸 告诉你 让你知道 你看到餐盘你要很清楚 这个是你身体健康需要的 这个是你不需要的 所以什么叫矿物 就是把菜吃进去了 而且你要清楚知道 所有的菜 为什么我说一天平均 要有两个颜色以上到三个颜色 你才会得到均匀的矿物质 矿物质 在你的大肠里面发生了什么作用 你的体力 如果你是一个长期体力不好的人 我也可以直接就判断你说 判断说你是一个肠子不好的人 不是拉肚子就是便利的 因为你缺乏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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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子没力 人就没体力 没有动头 没有持续力 没有那个持续力 持续航力 体力没有续航力 体力的续航力 來自於大腸 大腸才會 才會 讓我們的肺部 因為大腸跟肺是相表理 水溢代謝生發素降 肺啊 肺屬一馬 水溢代謝生發素降 來自於大腸的無力 所以大腸只要礦物質不夠 肺部就無力了 人就無力了 神道道 精神不濟 吃很多營養品有限 都在塞營養品有限 所以不是便秘就是大腸只 長期堂蟹的人 一定會器官開始衰竭 所以什麼叫基礎代謝 我現在先轉到講基礎代謝 如果你一天當中 比如說減重 我是像晚餐不吃了 還是胖了 基礎代謝不好 什麼叫基礎代謝 就是你器官 你十大器官 一天所需要的礦物質的營養素 少於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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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假 少於基本的 那也少於基本的 器官又開始衰竭 基礎代謝也就是 你都不在運動 你就是在睡覺 沒有在走路 沒有在運動 你的器官還在幫你 新陳代謝 這個叫基礎代謝 我舉例喔 比如說你中午吃完 中午吃飽之後 我講我自己好了 比較實際 我中午吃飽之後 我可能就放下 我經常一個月 我都會去吃一次小食天堂 可能你們下次都會碰到我 我已經吃好多年的 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我也都會去吃喔 我疫情三年 我沒有一個月沒去吃的 疫情喔 小食天堂疫情都沒有人喔 可是一定有我 一定有我 都沒有人一定有我 我一個月去一次 我目的啊 就是家庭聚會 大家相聚在一起 然後 然後 還有 就是去 補我 平時比較 不會去煮的東西 就是補一些營養 尤其我特別愛 吃它的礦物質 就是它的生菜 我現在講出來了喔 拜祥食天堂的生菜 我告訴你 我就是吃它的生菜 因為礦物質 多種礦物質 最多的就在沒有炒過的菜 沒有炒過的 沒有經過加熱的菜 最多 經過加熱的菜也有 只是那個比較多 所以我要去吃一次 你知道嗎 去到那種餐廳 你會不會去吃 你絕對不會去吃 你絕對不會去吃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都一樣 我也不會去吃 我一定大量吃 吃得開心才出來 對不對 還吃得中 對不對 吃得很重 回家放一下 唉唷 超飄的 53.5 好 53.5喔 可是你知道嗎 到了傍晚 到了傍晚 唉唷 剩52 那你說 老師你有運動嗎 妹妹的時間沒有在運動 我的運動都在早上 52 好 這叫基礎代謝喔 更離譜的基礎代謝 在什麼時候 在睡覺 我要睡覺之前呢 如果52 睡覺前52 我起床大概50.1 都沒有在運動 在睡覺嘛 各位這個叫基礎代謝 基礎代謝怎樣 所以那個是一個條件喔 長期經營來的 基礎代謝 老師請問一下 他是晚上都不睡覺的 是不是他就變胖 當然啊 當然啊 因為他細胞沒修復啊 他細胞沒修復啊 所以來 我剛剛講到 講到基礎代謝 所以基礎代謝呢 關乎你吃什麼的條件 如果你基礎代謝很好的人 你可以吃超過基礎代謝所需要的 比如說一個人基礎代謝 你的器官需要一天要1500大卡 差不多啦 1500大卡 一天需要的 但是呢 你今天吃了2500大卡 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 我不想告訴你 我不想讓你去記這些數字 我要形容給你聽 如果你今天吃2500大卡 但是你也不知道 你只知道這個好吃啊 好吃啊 好那你是不是超過1000了 這超過這1000呢 如果你的基礎代謝很好的人 自然會消耗掉1500 剩下1000怎麼辦 你要靠運動 你靠運動走路啊 流汗啊 就代謝掉了 如果代謝不好的人 這個就會開始選擇 有兩個選擇 你吃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是碳水 大糖 大糖 它就會幫你呢 儲存到倉庫 三天後變脂肪 三天後喔 所以你今天吃的很脹 然後你明天感覺褲子也不太暗啊 後天也不太暗 不要太開心喔 三天後才知道 變脂肪是三天後 這什麼關係 跟胰島素有關 跟胰島素有關 如果你有運動 所以持肢移動的運動多重要 你有運動的話 當天的雖然很飆高 可是呢隔天就沒了 隔天就沒了 三天後也不會變脂肪 好 我現在再回到 我們講礦物質 所以礦物質你需要的 你知道那個青菜喔 我舉例喔 比如說那個薑 比如說那個地瓜 地瓜種過的這塊土地 你收成很漂亮 你下一回不能再種地瓜 知道這個嗎 有很多人都知道 一定要修根 要不然就要 這塊土地要來種別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地瓜需要的礦物 已經被取走了 被這一批的地瓜取走了 假如你在種地瓜 下一批是臭腰的 臭腰的 然後種不出來 就會奇怪 啊一樣 那之前那麼好吃 現在為什麼不能吃 不好吃 因為它已經被 上一批的礦物質已經被取走了 所以這一塊土地要種什麼 要種別樣的青菜 別樣的青菜 那地瓜取走它要的礦物質 可是它會在成長過程當中 它會在土 土出來還給這塊土地 不同的 它不需要的礦物質 叫交換 交換呢 這塊土地 如果再種別的 比如說你種菠菜 比如說你種其他的東西 又被取走的 它是我需要的 所以是很漂亮喔 一直換 一直換 所以為什麼你要吃的青菜 要吃三種顏色以上 白色黃色綠色紅色都要吃到 一個禮拜當中 以均衡來說 你腸子一定是健康的 當你腸子健康的時候 你的內臟器官 就會跟著年輕 你的內臟器官 就不易衰竭 跟著年輕你精神就會好 你精神一好呢 自然而然你的體力就好 這個叫礦物質 我現在要趕快轉來講 什麼叫胰島素 什麼叫胰島素 胰島素呢 叫做消化的荷爾蒙 胰島素就是人體消化的荷爾蒙 我們把食物吃到嘴巴裡面 經過了食道噴門到了胃 胃呢分泌胃酸把食物溶解了 受那腐蝕了 食物經過胃酸受那腐蝕之後 就要交給胰臟 胰島素 胰島素呢 要做一份很重要神聖的工作 他要把你的給身體的食物呢 轉化成為肝糖 然後送進細胞裡面 轉化成肝糖 記在肝臟 轉化成肝糖之後 讓你的肝臟才能夠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幫你製造漂亮的血液 那叫做造血的原料 造血的原料 但是假如你吃沒有按照這個速度 98葉的上面 假如你肚子餓 一碗滷肉飯就把它裴下去 滷肉飯就裴下去 你想想看喔 什麼都還沒有吃到喔 滷肉飯還是一碗牛肉麵就裴下去 這個時候你的胰島素 開始就開始忙你了 好忙喔 然後他要花 我舉例喔 他要花八個小時 胰島素 花八個小時 要來消化你給他的這一些 碳水化物 然後呢 他開始努力努力做做 做八個小時 一半好不好 做到一半四個小時 他說 不好意思啦 我只能今天喔 我的體力只能幫你做四個小時 另外還有四個小時的工作喔 我先幫你寄放在倉庫 寄放在倉庫 等我再回去製造更多的胰島素 胰島素叫做消化荷爾蒙 所以等我再製造更多的胰島素出來 我再來消化這些 幫你送進細胞裡 不好意思喔 問題來了 四個小時後你肚子餓了 你肚子餓了你又吃啊 你吃什麼 你吃一塊麵包 這個時候 胰島素說 新的也來了 有的又在那裡做 新的 當然是先做新的 對不對 新的一直做 開始幫你消化 胰障就開始消化 用胰島素一直幫你消化 為了讓他轉為肝行 再成為送進細胞裡面 這個時候他忙 忙不過來 他就說 我也是可以做一半而已 不然孫的啦 我一樣 我先幫你做一半 我先記得 我們藏你的倉庫 同一個倉庫 再走進去 就這樣重蹈覆測 一天 一斤 每一天還有三斤 對不對 一天三次 你想看看 我剛剛講喔 你今天吃的負擔的東西 不會今天肥胖喔 幾天後肥胖 三天喔 三天喔 三天變脂肪 三天變脂肪 所以你會發現 奇怪 我今天吃的沒那麼多 不過我是三天前 吃很多 我今天就沒吃那麼多 為什麼今天比較肥 三天前吃的 做的就沒比較肥 為什麼今天比較肥 脂肪是三天後形成的 最快三天到四天 形成的喔 為什麼 那個胰島素 不夠用 幫你分解 這些成為肝糖送進性化 還分成兩類喔 胰島素還會 它不只呢 平床做啦 不夠人做 它就把你放在倉庫 另外還有一少部分 它就會怎麼樣 它沒有辦法幫你轉化為肝糖 這些糖類呢 它就會 像流浪汗一樣 隨著血管的血液走 繞你全身所有的器官 然後流浪流浪流浪到 腎臟與膀胱 排出去的東西就有糖分 叫做糖尿 這樣有多糖尿 所以糖分怎麼來的 胰島素不夠用嘛 胰島素為什麼不夠用 很安慌的喔 我要告訴你們很安慌的喔 現在的懷孕的媽媽 多少年輕媽媽都不知道 為什麼糖尿病會遺傳 為什麼 啊 懷孕聽說 這個叫做是一個人 一人吃兩人補對不對 就看了什麼 老公也拿好吃啦 婆婆也要趕緊生一個肚子 每人都吃啦 都不怕吃啦 反正在吃的路 一人吃兩人補就直接吃啦 都不怕說 這是孩子要吃 你要吃 還是身體要吃 還是不怕吃的 只要一人吃兩人補嘛 啊吃好 吃好很肥的 會不會很福氣的嘛 我的孩子生了很大 很高興的嘛對不對 齁 不用太高興 吃錯東西 糖尿就這樣代拜相傳 在母胎裡面 你的胰島素用很多 你一直在吃碳水化物 孩子在肚子裡面的骨骼都沒有搞到 肌肉都沒有搞到 內臟需要的胖物質都沒有搞到 跟他一直吃太多化物 看起來皮軟啊皮軟 可是呢 他在胎中喔 嬰兒在胎中 就已經在使用過多的胰島素 因為媽媽吃下去 他要一部分要負責喔 他已經在開始分泌胰島素 所以有很多人一生出來 好冤枉喔 叫先天性的糖尿病 有喔 先天糖尿病 你把它追溯往前追溯 這是我曾經做過一個論文 我追溯往前追溯 啊可能喔 媽媽 想也知道媽媽 懷孕的是吃什麼 吃什麼 所以懷孕之後生完孩子喔 他如果瘦不下來 你就知道他的下一代 會有糖尿的危機 會有糖尿的危機 多少的媽媽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不能說 不能傳承 所以我問問喔 我們家有糖尿病的遺傳 你可以斷絕啊 飲食改變就斷絕啦 斷絕什麼 該吃多少蛋白質 多少礦物質 礦物質夠的人不容易有糖尿病 為什麼 因為你的大腸 因為你的礦物質 你的甲元素夠 他會幫你做很多的潤滑 他會幫你做身體許多的 各個器官的游走的潤滑 非常重要 所以什麼叫胃道素 教你們了解 了解 不管是不是懷孕 或者我們有一點年紀了 你再開始在注意你的健康了 欸怎麼 我怎麼比較 逼把人比較冷 我怎麼吃飯 很想要睡 吃飯 吃飯 抹茶很重 你過多用胃道素了 胃道素要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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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胃道素 胃道素 就是我們身體隨時在幫我們 分辨 就像胃酸一樣 胃酸也會彷彷的 有一句話說 不餓不吃 餓了不一定要吃 但是不是告訴你們說 真的要讓他餓到不行喔 不是 不餓不吃 這個時候你再觀察 我是真的餓了嗎 還是我習慣這個時間一定要吃 如果你今天42歲 40歲 那你一個禮拜運動兩次 還說得過去 如果你今天50歲了 你一個禮拜運動兩次不夠 如果你60歲了 你要每天運動 所謂的運動就是你要有流汗 你要有不是很久 那一天30分鐘就夠了 不然你肌肉會流失 一年如果流失一趴很可怕 十年就不會走 腳就軟了 手就沒力了 十年就不會走 十年很快的 想一下喔 又快過年了 說得對嗎 過一半喔 過一半喔 過年白錢你就夠了 我們現在學一期一開始就說 真的快過年了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快結束了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講到胰島素 我還要跟大家講礦物質 礦物質講過了 胰島素講過了 還有要講什麼 蛋白質 蛋白質 蛋白質是誰 蛋白質是增加你肌肉的元素 你不可以少蛋白質 你不可以少蛋白質 每天一定要吃一塊肉或一塊肉 大塊肉 不要怕胳膊不吃蛋白質 吃蛋白質絕對不會讓你怕 我剛剛講到喔 早上你怎麼吃 中午怎麼吃 晚上不餓不吃 可是 不餓不吃睡不著耶 睡不著耶 那你可以睡前吃 蛤 晚上不吃叫我睡前吃 我沒有叫你吃碳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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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年來其實我在 這三年我做了一個 自己身處做了一個研究 之前我 大概有二十幾年我沒有吃 我都是不吃晚餐 然後晚上睡覺一定喝檸檬原汁 可是呢 教課這好多年來 好多學員跟我反應老師 做不到耶 沒辦法耶 喝檸檬原汁 尤其冬天根本沒辦法耶 我自己也在想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樣 那我是不是也來試試 假如我不喝檸檬原汁會怎樣 我已經習慣了嘛 不喝會怎樣 欸我就試了一段時間 我有半個月我就不喝檸檬原汁 2020年疫情開始 我就不喝檸檬原汁 我就想說那我吃觸定 會不會方便一點 好那我空腹才能喝檸檬原汁 空腹不能吃觸定啊 我就學著吃五顆堅果 五顆堅果吃下去再吃觸定 幫助我呢在那個蛋白質的代謝 分解蛋白質 所以觸定是分解蛋白質的 所以我就想說欸這樣吃開 欸半個月之後我覺得 欸效果沒差喔 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我有分享 效果沒差 後來在過了一段時間 我用半年的時間做我自己的一個實驗 我晚餐沒有習慣吃我還是沒吃 可是我晚上睡覺吃 晚上睡覺吃 我吃什麼呢 一杯牛奶 然後呢我會加一些 有時候加一些可可粉 有時候加不甜的啊 有時候加辣木粉 對我順便講辣木粉 他有買辣木粉 辣木粉是什麼 當你蔬菜你是一個怪食者 你蔬菜吃太少的人 你的礦物質一定不均勻 你可以把辣木粉來吃 辣木粉是完整的 那個植物氨基酸 他就是完整礦物質 他的價元素很高 好 那我就牛奶一杯 然後堅果一把 然後葡萄乾一小把 蔓越底乾一小把 然後瓜子 南瓜子啊 還有叫什麼 什麼 松子仁 我就把它丟一包 丟在一杯裡面 我就這樣吃 我在做一種研究的心態 說我這樣吃會怎樣 我發現這半年下來 我沒有比較肥 反而瘦 所以我覺得 欸我怎麼越吃越瘦啊 喔我明白了一件事實 我晚上睡覺前 我補完整的礦物質跟甲原素 所以我身體越來越瘦 我就瘦了 甲原素是什麼 葡萄乾 蔓越莓乾葡萄乾 它是水果去塑打的它 非常豐富的甲原素 甲原素 然後呢牛奶有鈣質 對不對 牛奶鈣質豐富 我還會吃什麼呢 我還會吃白天我還會吃 像芝麻 我黑芝麻白芝麻 我黑芝麻大概九分 白芝麻一分 我用果汁雞 加一點油 果汁雞把它打得很碎 芝麻你不能直接這樣吃 它是無法犧牲的 一定要大碎 就每天吃一匙 吃一匙芝麻 然後呢我晚上就喝那一杯牛奶 我就發現非常豐富 還有很多瓜子 葵瓜子啊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都有豐富的蛋白質 而且它是種子 這樣吃呢 吃了半年喔 我沒有胖 我沒有胖 原因是什麼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我基礎代 基礎代謝很好 第二個因素 我沒有吃到碳水化物 我沒有使用到胰島素 胰島素我一天只使用一次 早餐喔 我也不使用胰島素 早餐喔 我如果要用胰島素 是在我吃水果的時候 水果的時候 所以還是有條件的喔 假如你新陳代謝很好的人 你可以早上為了你皮膚要漂亮 你可以先吃水果OK喔 可是如果你的基礎代謝不好的人 你不可以先吃水果 你一定要先吃豆 豆類 豆漿 白煮蛋 我一天吃三個蛋以上 長期以來 那個時候缺蛋很可憐對不對 現在不缺蛋了 你可以吃一天吃七個蛋 老師吃那麼多蛋會怎樣嗎 放心吃蛋不會讓你有膽固醇 不會 吃蛋不會讓你有膽固醇 膽固醇的元凶來自於肝臟 當你的肝臟有狀況的時候 你容易抽筋 你容易抽筋的人 你容易早上起來 這個手爪不靈活的人 就是你膽固醇容易高的人 老師 那是水煮蛋跟煎蛋 好 我早上起床的那一餐 早餐一定是先水煮蛋 而且我是煮溫泉蛋 溫泉蛋的煮法 你們可以看看我的YouTube 溫泉蛋呢 你蛋黃沒有熟透 所以你吃不膩 如果你把蛋煮得太熟 蛋黃旁邊已經成灰色了 太乾了你吃一顆就膩了 你每天吃幾個蛋都不會膩 是因為蛋黃不能全熟 甜的 沒有全熟的蛋黃是甜的 你吃不膩 所以我早餐一定是吃白煮蛋 我中餐還會吃兩顆的太陽蛋 太陽蛋知道嗎 煎的 不翻面的 放一點胡椒粉 對 太陽蛋 兩顆喔 兩顆喔 所以這樣蛋白質絕對夠喔 絕對夠喔 所以我一天會吃三個蛋以上 有時候早餐覺得一個蛋不夠 還有兩個蛋 你的新陳代謝很好的人 你可以水果先吃 你的基礎代謝不好的人 你不要水果先吃 你要蛋先吃 那我一定是每天會吃一杯豆漿 豆漿再怎麼好也不要吃到兩杯喔 我剛剛有講嘛 豆漿吃雞速多對不對 我是分喔 這個禮拜黃豆 下禮拜一定是黑豆 老師你怎麼這麼有鹽 然後自己做豆漿 做豆漿很簡單 因為我有好的果汁精 用Vitamix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把豆呢 黃豆 我大眾發買的一包就是一斤嘛 一斤嘛 然後我有黃豆有黑豆 我都把它放在 洗一洗的放在電鍋 電鍋外就兩杯水 內鍋不能蓋 因為我不泡 不要泡 豆不要泡 泡了你必須把水倒掉 因為有黃族毒素 一定要把水倒掉重新 那很多營養素也不見了 同時就讓它煮熟 水呢就在 就洗好之後 然後水就 差不多你煮多幾次的經驗 你就知道水要多高 剛好把豆呢膨脹 所以我就放在電鍋裡面 然後那個 內鍋不要蓋 外鍋蓋就好 煮好之後 你會發現外鍋都是黃色的水 最後把電鍋拿去倒掉 洗一洗 內鍋的豆子已經熟了嘛 就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 當它涼了我就會放冰箱 每一天我要吃的時候 我就拿兩個湯匙 放在果汁機 打一打 加 冬天我就冷水一點點 熱水多一點 然後夏天我就冷水少一點 冷水多一點 熱水少一點 馬上打馬上喝 我每一天會喝一杯豆漿 這個禮拜喝黃豆 下禮拜我就喝黑豆 黃豆對於女生 比較有美濃的效果 黑豆對於男生 比較有壯陽的效果 比較有壯陽的效果 所以黃豆跟黑豆都要摻著吃 再怎麼好的東西都不能過多 我剛剛有講的 再怎麼好的東西你過多 它就是解抗 解抗是什麼呢 我持激素的黃豆我吃太多 我的點就會流失 我的點一流失 我會筋膜撞刷 耍下去頭髮開始掉 指甲開始白白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再怎麼好的東西都要 不好的東西都要吃一點 不愛吃的你要吃一點 愛吃的你也不能多吃 均勻就好 每天喝一杯牛奶 練習 有人說老師我沒辦法吃豆類 我一吃豆類就脹氣 壓哪裡 內蹄穴 跟什麼氣沖 胃經的氣沖跟內蹄 一壓 然後把小腿拍打開來 你以後就不會脹氣了 所以營養跟經絡都有關 老師請問兩個問題 好 一個促定算不算酵素 算 它促定它不然它的酵素 它算酵素 但是它不全然是酵素 它主要是分解蛋白質 所以吃促定會軟變 第二個問題 您說沒有煮過的東西 空物質會很高 對 比方生菜 對 那韓國他們大部分都吃是生的 對 就是像泡菜類 那照這樣講 泡菜類是 發酵的 是非常好的 好的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 人家都把它汙名化了 就是豆腐乳 有人講 很好啊 它是一個很小的東西 對 發酵的啊 對 發酵的 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都一知半解 然後這個不敢吃 那個不敢吃 還很胖 這一次呢 寒假的時候我們去旅遊 回來的時候 剛好那一趟我們也搭了商務艙 然後旁邊有一對夫妻 然後那個晚餐 你知道我出國旅遊 我現在晚餐會 人家給我什麼我就吃什麼 但是我會選擇的吃 不是我全盤吃掉 因為我不想讓所有的導遊一直在問我 你是不吃的嗎 你是吃不吃的嗎 你是吃不吃的嗎 被問到都自己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人家給我端什麼我就吃什麼 所以呢 這一次呢在飛機上 商務艙其實晚餐也都吃得很好 所以呢 我剛剛看到旁邊那個太太她說 她沒吃晚餐 她說我去想 唉唷 跟我一樣沒吃晚餐 可是我還是覺得要吃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晚餐 我到台灣就不是晚餐了 現在與台灣的時間景已經不是晚餐了 因為時間不一樣 然後我就跟她聊天 我說你沒吃晚餐多久了 因為我懷疑她沒吃晚餐 為什麼那麼胖 沒吃晚餐很胖 那我心裡就覺得她一定吃錯東西 吃錯東西新陳代謝不好 那為什麼新陳代謝不好 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的 新陳代謝不好 就是你身體裡面的營養素不均衡 你的礦物質不夠 你的礦物質不夠 也就是你的蔬菜水果類不夠 蔬菜水果類不夠 你的大腸無法幫你做新陳代謝 所以礦物質就是你新陳代謝的重要物質 重要物質 如果你的新陳 你一直覺得你新陳代謝不好 補礦物質吧 礦物質不夠了 你新陳代謝就好了 新陳代謝好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基礎代謝就會進步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當減重減不下來的人 一生煤要準備 每天吃它 減重減不下來的人 你說老師我又沒有便秘吃 因為你大腸裡面的礦物能量不足 吃 吃一生煤吃多少便秘的人吃三顆 排便不順的人三顆 順的人一顆 然後要加什麼呢 雙齊酥 讓你的腸子裡面好的腸菌 好的腸菌你排便要整條 不會臭不會黏 在平時就多補你的蔬菜礦物質 是個外食者真的不得已 餐廳的東西 都用什麼油我們不知道 多一點自己煮吧 多一點自己煮吧 真的沒時間 你也補一下青汁吧 辣木粉就是青汁 就每天一瓢青汁就喝一下吧 在你很忙碌的年歲 現在的忙碌的情況下 顧好你現在的中年時期 到了晚年過了六十五年 然後你會發現你會老得比別人慢 為什麼 因為你礦物夠 所以礦物質對你有多重要 叫離子 我們怎麼吃頭啊 對 我們不能吃這個吃頭啊 拜託菜先給我們吃 吃好我再吃你 所以不同顏色的 就是不同吸取不同的礦物 有多少微量元素 像心銅對不對 這些都是微量元素 你缺少吸也不行 你缺少木也不行啊 個也不行啊 都不行啊 所以那個要各種東西 多吃一些像瓜子類啊 你如果像以前 我們以前都會說 吃一碗瓜子 吃五十粒瓜子 等於吃一碗飯 錯了 錯了 你吃再多的瓜子 都不會讓你給它 瓜子喔 我一次可以 只要沒事無聊聊天 還是坐 坐要發呆 我可以吃一包瓜子喔 我一個人就啃一包瓜子 所以我家瓜子 這次都買很多喔 我一次都買十包 十包我跟德哥 隨時都沒有事情 沒事啊 覺得蠻無聊的 就吃瓜子 瓜子吃那麼多 它的微量元素很多 又不會胖 你知道嗎 秘訣有跟你說嗎 你說黑色的還是葵瓜子 葵瓜子啊 葵瓜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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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不是大陸不好啦 不要買那種 來陸會美 來陸會美 市場的 市場不要嘛 你要去買什麼 萬聖什麼 聖什麼 什麼針啊 聖香生 對啊就是 不要再說話 就是名 就是比較有保障的 了解嗎 好嗎 葵瓜子啦 葵瓜子啦 葵瓜子 白色的啦 不是黑色的啦 不是黑色的太鹹了 對 黑色的太鹹了 對 葵瓜子很鹹 葵瓜子不會 對不對 你要買原味的 原味的 原味的 那吃得很健康 像我出國 我那個國外葵瓜子 都人家都 幾罐幾罐 幾罐都拌好好的 我一天都要很多巴本 因為每天要吃 我一天接果吃很多 葵桃乾一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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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桃乾很甜耶 對 好甜喔 如果你是缺假的人 你是會抽筋的人 不是缺鈣 就是缺假 缺美都會 葵桃乾 豐富的假 豐富的假 放在牛奶裡面 加上豐富的乾 好 你一定是一個不抽筋的人 而且你的牙齒一定就用 是 你的牛奶是鮮奶還是奶粉 我不是鮮奶喔 因為麻煩 不是鮮奶不好 因為麻煩 我又不想出門 奶粉嘛 隨時沖泡不是很方便嗎 對不對 鮮奶吃完就要說 明天還要出你月 很麻煩 快出門了 對不對 不是鮮奶不好 是因為麻煩 常常要買麻煩 我乾脆 無人買一罐 無人粉買一罐 很容易隨時充滿 全脂 要喝全脂 不要喝低脂 什麼 說要買高鈣的嗎 還是有 不一定啦 不一定 如果你覺得好喝 反正是牛奶奶粉 好喝就好了 我不一定指定高鈣 因為我們吃了鈣質的那個 方向夠多了 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來 問一下 那水果一般 你剛講那個礦物質 那青菜比較好還是 好礦物質來 其實太甜的水果 不是不好 只是你的體質 如果你是一個基礎代謝不好的人 不要是太甜的水果 青菜一定比水果好 答案在這裡喔 青菜一定比水果好 因為青菜不停 水果呢 蘋果是很好的 蘋果是很好的 蘋果呢 是非常好的 它有完整的營養素 好 像我們的油肝 為什麼 這次我們開會不會覺得說 讓油肝一定要爭取 成為我們的一個正品 因為有很多人在減重過程 不方便吃很多水果 一定會缺乏維他命C 維他命C 在身體裡面 是在幫助我們鎖住 膠原蛋白跟鐵質 如果你是一個貧血的人 那你一直在 醫生給你吃一些鐵劑啊 你如果覺得效果都不好 那你一定要加維他命C 維他命C 才可以鎖住你的鐵質吸收 然後才可以讓你的膠原蛋白 你所吃進去好多膠原蛋白 那都不好啊 那皮膚還是鬆鬆的啊 那你要吃維他命C 維他命C才可以幫助你膠原蛋白留住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是有解抗的 它是有相補相成的 油肝的維他命C 有蘋果的104倍 非常非常好 還有你剛剛問的問題我回答你 水果很甜 水果很甜 假如你是一個基礎代謝不好的人 水果很甜的先斬 擺在後面 飯後吃一點點可以 那到底甜點可不可以吃啊 如果你可以練習 讓你暫時不吃半年喔 讓你的細胞的記憶說 你看到甜是人工加工的甜 你看起來不想吃 半年 半年後你的細胞就有記憶了 看到那樣的東西 哪怕是聚會 然後覺得別人都在吃 好吧 那我們就跟著 跟著那個氣氛去吃一點吧 你也不會吃太多 加工的 但是水果的甜不一樣喔 水果的甜是天然的甜 你飯後吃OK 飯後吃OK 那如果你是基礎代謝很好的人 飯前吃也OK喔 基礎代謝 讓你的基礎代謝好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就是你長期下來 你的礦物質都在缺乏的情況下 你的內臟都在衰竭的情況下 你的基礎代謝已經在下降 慢慢下降你不知道 你提升它 提升它 一年也許兩年後 你的基礎代謝變好了 你自己會知道 你自己會知道 你吃很多水果你也不怕 你就是空不吃水果你也不怕 為什麼 基礎代謝 明天就代謝掉了 因為你內臟需要 所以吃還是個學問喔 食物是個學問 所以假如我們的健康在這個路上 有一點困鈍的話 我們去思考一下 是我營養出問題 還是我哪裡出問題 如果常常都睡不好 一直都睡不好 可能跟假有關喔 你的紅亮元素有關喔 跟幹有關喔 跟美有關喔 跟那有關 結抗的對合 這些都不好 長期都不好 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很快樂 我今天有感而發 昨天啊 有感而發寫了一個 這一學期的角色的感言 我剛剛放 今天有我放在群組裡 我覺得人生不就是一場騙局了 我會慢慢跟你講 這是第一篇 我寫了好多篇 我寫了好多篇 連續一句 今天發布第一篇 人生真的就是一場百年騙局了 我會慢慢告訴你們 為什麼叫一場騙局 我們都會騙了 騙什麼 我們現在每個人 拿著手機都很高興喔 我一個人可以處理好多事喔 對不對 這個在百年前 早就在這些設計家 想要讓你們 乖乖的 一人拿著手機 小孩洗出來 開始搬自己 可以看你啊 手機給你 別操了 對不對 就覺得開始 自己很有能力 就開始一支手機 處理萬件事喔 就埋沒了我們的覺知系統 我們的覺知系統 就被埋沒了 我們好多學員在告訴我 我今天講太多了 不過我覺得在營養學裡面 這些概念裡面好像也有必要 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聊這個部分 好 我再聊兩三分鐘 我覺得也OK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同學 這個在問我 我是 啊 我們喔 我們島的名額 啊 他也要來上課 啊 他講也不聽啦 他說這樣 亂不吃啦 早上叫他 不能吃黑奶茶 他也要吃啦 早上跟他說 三明治就不能吃 他也要吃啦 他都要吃 我沒辦法啦 啊 都這樣 整個身份都沒爬啦 都要三十幾歲而已 都要怎麼啦 聽過沒有啊 聽過沒有啊 三十歲而已啦 你看我們這個月 我們就要再多跳跳 那三十歲而已 比我們更爛啦 都要怎麼啦 對不對 人生就是一場騙局 齁 當你把他帶來了 然後呢 你要為他負一輩子的責任 而且為他煩惱一輩子 痛苦一輩子 是不是 所以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想過他跟你是什麼關係 你想過嗎 你想過他跟你是什麼關係嗎 為什麼他帶給你一輩子的那種憂愁 每天的憂愁 我們看來 還有想說 那個小孩在小孩是多可愛 以前是多可愛 以前多痛苦 現在都不痛苦 也不知道是怎麼啦 人家會出問題啦 不是啦 不要說不出來 老師那你怎麼 事實上 事實上是這樣嗎 事實上是這樣嗎 你想過 那小孩紅毛毛毛毛 他這麼可愛 你把他毛毛毛毛毛 你動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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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可愛 我的孫子 我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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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在跟他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把他理會一下 他大後 你想過 曾經你有沒有想過 他大後 他變成這樣 他變成這樣 社會的敗禮 還是變成社會的公平的人 你想過沒有 何不從現在就開始想 我們身邊 嬰兒一出來的時候 不管你 我們在哪一台 嬰兒一出來的時候 真正看著 真正對眼睛看著 真正對眼睛看著 他是誰 他來這裡 對我這個地方來 他來找我做什麼 老師 那有人講說 兒女不是來抱兒女 就是來討戰 那你有什麼看法 對 有 我當然有看法 所以 我就在這個 繼續在寫 我會跟你們分享 用文字 很難 很難 在這短短的時間 想表達 內心中 那個人生是一場 大騙局 慢慢的講 好不好 休息一下 讓德哥呢 等一下教大家 用手臂 我們曾經教過手臂的刮沙 要教大家 在古縫 古末 古縫怎麼 怎麼拍打 德哥會教大家 好不好 休息一下